让你哭泣的随机善举 足球比赛现场 这几名男子正在告诉一位盲人赛场上的情况 即使看不到 盲人也很有参与感 因为母亲失去七个月大的儿子 却选择捐献出寒季的心脏 母亲拿着听诊器 靠近接受心脏移植的小女孩胸腔 听着属于自己寒季的心跳声 渐渐地泣不成声 这个十二岁的男孩很沮丧 由于疫情 他不能邀请朋友过来庆祝生日 警察从男孩父亲纳得之情况后 开来了八辆警车 当生日歌响起 男孩的脸上露出笑容 这位丈夫在为妻子剃光头 因为她生病了需要化疗 剃着剃着 下一秒 丈夫也给自己剃了光头 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幸运的是最后妻子痊愈了 两名游客在海上没路了 警察无法确定他们的位置 只能一直跟他们视频通话联系 最后根据环境营救了他们 一户家庭给女游地员留下了一张感谢信 感谢她的送紧工作 女游地员突然泪目了 被人认可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球场上棒球被打飞到观众席上 一位球迷拿到球后开心极了 但是他下一秒把球送给小男孩 这位小球迷感动得抱住大球迷 一位女司机癫痫发作 陌生人一起把车按住 并控制周围的交通 最后打破窗户把车停下 帮助女司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这个男人带着儿子 搬到新的城镇寻找工作和住处 友好的陌生人给了他一千美元 并支付他们一周的酒店住宿费用 世界上还是善良的人占大多数 在国外一场网球比赛中 一名网球运动员因为太着急 整个身体挂在网上 并且无法移动 他的对手很快跑来帮助他 孩子们在学习手语 给餐机的门卫说生日快乐 门卫简直开心坏了 为了把路过掉落的汽车拖起 整个村的村民都来了 即便是老年人 他们齐心协力帮助陌生人 把汽车从沟里拖起 一个大男孩拿走了所有万圣节糖果 女孩看到后 把自己的糖果拿出一部分 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小男孩也做出了一样的举动 原来善意也是会传染的 人群正在把轮椅上的男人 排起并靠近舞台 这样他就可以安全地享受音乐会了 这位女警察给他的警长 准备了专为色谋人士设计的特殊眼镜 这是警长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模样 平时微风凛凛的一个人 此时哭得泣不成声 这里是大可看齐文 喜欢这类视频大佬们 劳烦点赞关注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 谢谢